上任16个月,美国总统拜登首次访问亚洲 美国和南韩的情报显示 北韩准备在拜登访问期间进行核武或长城弹道飞弹的试射 南韩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金太孝表示 南韩已经准备好因应北韩不同规模挑衅的应变计划 包括改变美韩峰会形成 Politico政治报报道指出 南韩总统尹锡悦有可能为了迎合拜登表达愿意加入Quad 并且支持美国在台海及南海的立场 驻美代表萧美琴对Politico表示 虽然Quad现阶段维持现有的美日印澳四国成员 但台湾已经表达有意愿参与Quad的部分领域 像是全球卫生和疫苗、人工智慧、太空科技以及科学合作 而拜登在日本会启动的美国印太经济架构IPATH 台湾也将寻求有意义的适当的参与 林肯也在国会听证会上面表达 任何人都不会被排除 这个包含台湾 那我相信我们有一些参与的机制 那这一点我们也持续密集的在跟美方做沟通 相信会寻求找到一个让台湾可以有意义的 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当中做贡献的方式 2021年4月拜登和前日本首相菅义伟的联合声明写进 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之后 美日元首或部长联合声明都会再重申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 日本媒体报导指出这次美日联合声明将再次强调 两国在台海稳定上加强合作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担忧乌克兰情势在东亚出现 也可能会反映在声明当中 TVBS新闻黄松普尼佳辉 美国华福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